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雅 我們現在打4月的LV10 這邊帶大家用獸1%大獎克洛伊來通關 而且我這邊帶的只有3卡齁 另一張就是他的專武 奎內賽 因為他的主動技只要消到獸竹竹 就不會斷掉喔 那這邊的話我是帶那個腐化龍科 你剩下看要帶什麼都可以 我是有帶到3個形狀一樣啦 就是那個章魚燒龍科這樣 如果還不知道腐化龍科是什麼 我的頻道裡面有懶人包齁 你只要在我頻道搜尋腐化控格懶人包 應該就可以找到了 好 那這邊的話就直接3卡出發 我這邊也是全部都有突破啦 如果你沒得突破 我建議先把隊員放滿喔 3卡是真的比較極限一些些 好來 第一關這邊我們就直接把克洛伊打開 然後奎內賽 好 那這邊就不要去消3屬喔 就消光暗星就好了 這邊稍微來疊一下 克洛伊要至少消到10顆齁 所以這邊就自己稍微留意一下下 你沒有消到10顆隊長技是出不來的喔 OK 這邊帶走 來 第二關 好 第二關這邊的話就一樣 直接平轉就好了 你可以發現基本上我都沒有去轉太高combo啦 我就是目標瞄準10顆這樣而已齁 好 來 這邊也直接帶過去 因為這個月那個暗屬4倍啊 然後奎內賽又讓克洛伊攻擊再更上去一層喔 好 來 這邊的話再把克洛伊補下去 好 然後不要消到新珠 好 克洛伊這個主動技就直接有加康效果了齁 所以10康也不用怕 好 來 再來 再一次 我要注意的點就是克洛伊有沒有斷掉 這樣而已齁 好 來 這邊再補一個克洛伊 那這邊手銷石康齁 因為他剛好是腐化的石康啦 所以我這邊帶腐化龍科 就可以直接無視過去喔 我這邊直接平轉就好了 好 來 這隻血稍多 所以可能要轉大力一些些 一些些就好 好 克洛伊喔 必言6秒轉租時間啦 也是很夠了 好 這邊帶走 沒問題 來 第四關 好 第四關這邊手銷全按 然後要7康齁 那克洛伊會在這一關斷掉啊 所以帶奎內賽的用意是這個樣子齁 就是讓這一關至少 輸出還夠 不然就完蛋了 好 來 這邊直接帶過去 那中間這一隻是弓錢盾齁 好 你有消耗獸服珠的話 奎內賽不會斷掉 但是克洛伊現在沒辦法開齁 我們就是先一扛一扛送給他 OK 再來 你不用刻意留住 因為克洛伊每回合都會給你炸掉齁 這跟白夜叉每回合轉掉的意思是一樣的 好 來這邊的話 我想一下版面看起來 還不錯 試試看 嘿 滿版 沒問題 好啦 這樣子的話就帶走中間齁 好 來 接著第五關 好 第五關這邊也先不用補克洛伊 沒關係齁 因為他打30下才有辦法造成傷害 這邊就一樣先一扛一扛送給他 而且奎內賽會去把他定住喔 你就不會被扣血了 好 這個血基本上是隨便回啦 所以你不用擔心 就一樣一扛送給他就好了 而且他還會幫你定住喔 來 接著我們就把克洛伊打開 這邊一樣就是去消10顆珠子喔 好 好 來這邊直接帶過去 沒問題 來 第六關 好 第六關這邊就是小注意的地方喔 五屬 同等盾 然後你要二五到三十步之間結束才有辦法造成傷害 喔 這個版面看起來還不賴耶 版面給這麼好 肯定有鬼啊 禮多必詐 有沒有 好 阿奎內賽一樣會定住他 而且這一隻越扣越強是 20 40 60 80 最後才是100齁 欸沒有欸 欸對嘛 是嘛 我記得沒錯阿 因為銀石有在這邊洗技能過 對啊 所以二四六八 然後最後才是100 這樣子我覺得 你還有很多失誤空間啦 所以也不用怕齁 我們來補一隻克洛伊 五屬 同等 就可能要比較善用血轉齁 好 來不及了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這個確實來不及 版面太糟糕 果然第一回合給那麼好 第二回合就是有鬼 好 阿這邊就再一次齁 你如果版面真的糟糕到拚不出來 欸其實奎內賽也可以 也可以炸一下 稍微賭一下齁 這時候血轉失敗 好 有了吧 OK 好來 這邊就直接帶過去來 接著二血這邊小注意一件事情齁 這邊克洛伊沒有跳回來怎麼辦 你就直接開個奎內賽 這樣他就跳回來了 好這邊小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拼圖是腐化 可是克洛伊本身就也有無視拼圖了啦 所以其實沒差 那這邊就是手消多種減傷 那注意 你就是找場上最多的兩種符石 合計有消到10顆就好 阿你如果一種就有到10顆 那當然是最棒 你就不會被減傷了齁 好 那我這邊看起來是火跟光比較多嘛 那我這邊就手消火光就好了 好 阿這邊轉完的話我會去把龍科打開齁 就避免拖時間啦 因為這邊可能沒有辦法一波帶走齁 好 火跟光 這邊就不用想的疊珠了啦 因為克洛伊我剛剛有說過 他是沒有辦法疊珠的齁 好 來 這邊就直接把龍科打開 好 他就全力轉高分了齁 如果場上是光跟暗當然是最好 因為這樣子還可以觸發那個 就是龍科的武裝能力啊 好 第七關 好 第七關這邊就一樣 送給他齁 這邊就三回合送給他就好了 你不會被瘋化到齁 這邊本來是瘋化 但是因為你整版是獸竹竹 所以你不會被瘋化齁 左右打過來都是40% 總共80% 但是這個回血真的不用擔心齁 好 來 這邊開克洛伊 然後回內賽看你自己要不要再補一下 因為你補了就有一個減CD效果 還蠻方便的齁 好 來 這邊就直接打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 來 接著守銷指定九康齁 那這邊就也是只能轉了 如果你抓下來的那個角色珠下面 剛好是對應到的屬性 你記得去把它 一組六顆黏在一起 因為那時候代表你的版面是完整的十康齁 好 碧炎六秒轉珠應該還可以啦 對各位來說應該沒什麼問題齁 嗯 有問題的可能會是我 好 也還好 沒有 有問題的真的是我 抱歉了 哈哈哈哈 好 我本來想說 奎內賽進關是最完美的 因為 沒差齁 他就有克洛伊被吸掉 因為克洛伊這樣子 等一下那個 一回合不能發動攻擊 好 OK 這邊九康 好 來 接著第九關是三屬線跟光暗線齁 這邊就看你場上哪一個比較多 就先處理哪一個吧 光還卡珠 那沒辦法了 就只能先處理三屬吧 這隻不會天降真的是 呃 怎麼講 有好有壞啦 就看你怎麼把它 好轉壞了齁 壞轉好 好 先處理三屬的 好 好 然後下一回合處理光暗齁 好 注意看你克洛伊有沒有斷掉 有斷掉就記得補一下這樣子 OK 來 接著王一齁 王一這邊也算是比較克難的地方 要消五組屬性珠齁 這邊克洛伊再補一下 不過也不用擔心 就像我剛剛說的 他 可以把它定住齁 所以其實也還好 好 我看一下齁 水 暗 木 不行啦 光跟火都一顆各在裡面 這個也太針對了 補一下奎念賽 喔好 這個版面可以 來這邊的話抓一個光珠出來 不不不不 火珠啦 把光送進去這樣才對齁 歐耶 太好了 這樣子 好 無珠屬性珠 沒問題 這邊就很看臉了啦 就是看克洛伊給不給你那個齁 他不給你你也沒責啊 好 來 我們再抓一顆水珠出來 因為新珠不予計算啦 如果新珠有算的話 就不會那麼麻煩了齁 來這邊1血就直接打過去齁 來接著2血的部分是5屬強化盾 不過他這個5屬強化盾也是腐化齁 所以 其實你可以不用去達到這個條件啦 你就直接 留1顆加護下來 然後有至少消到10顆 那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了齁 但我還是轉得很大力 而且我還是把無數轉到了 好啦 以上這邊的話就是 是獸1%大獎克洛伊通關 來給各位做一個參考齁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撲